我们都知道这一次20国集团领导人特别会议 实际上是在一个特殊的情境下 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由于现在全球新冠肺炎的疫情蔓延 全球有30亿人宅在家里头 这对全球的经济 全球的社会发展 国际合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这个时候中国作为首先与新冠病毒产生遭遇战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确实我们发出怎样的声音 这个世界都高度关注 我们看在峰会上习近平主席谈及了四点 可以说这四点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第一点讲到我们要全世界携起手来遏制疫情的蔓延 如果我们看现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数据 大家会感觉非常的担心 因为从刚出现病例到10万人花了60多天的时间 到20万人花了11天的时间 到30万人花了4天的时间 到40万人是让50万人数字越来越快 可以说现在新冠肺炎疫情处于一个快速蔓延的过程当中 怎么样遏制病毒的蔓延 遏制疫情的蔓延是当务之急 所以习近平主席可以说开宗民意 第一点就提到全球要携起手来遏制疫情的蔓延 第二点就是全世界要更多的加强合作 我们都知道在公共卫生领域 一个病毒是没有国界的 它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 在疫苗的研发 在科研的进展方面 在药物的使用方面 大家能不能有更多的互通永无 我看前一段时间 中国不断的向一些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派出了医疗队 同时给他们传授相应的经验 甚至讲到我们中医中药当中 哪些药品对遏制新冠病毒的蔓延 在体内的蔓延有好处 这些都是传授经验 共同携起手来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是习近平主席谈到的第二点 第三点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依托国际组织的作用 我们看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 联合国高度的重视 世界卫生组织不仅仅向中国 向武汉派出了专家组进行详尽的调研 同时也拿出了相应的报告 也向世界传授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方面 所采取的种种有效的措施和经验 依托于国际组织 就能够把防治疫情这件事情 做到最关键的两个字叫科学 就能够按照讲科学的角度 把防治新冠肺炎疫情做到位 所以在这一点上 习近平主席也着重的进行了强调 第四一点就是要遏制新冠肺炎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 尤其是习近平主席讲到一些残疾人 老年人少年儿童是属于比较容易受到影响的群体 世界各国要携起手来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怎么样 把恐慌情绪降到最低 把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少 不影响 尽量少的影响民生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从习近平主席这四点重要的倡议 能够看出 中国在前期阻击新冠肺炎的过程当中 总结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经验 这些经验也应当被世界所听到和记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